同样是明星差距就有那么大 香港嫩罗们为了抢版面都逼路人这样了 谢霆锋张博之全家人却分分钟都门上头条 前阵子霆锋104的祖母在澳大利亚失事 谢贤和谢霆运动前去奔丧 谢霆锋因为拍戏离去城 那边集体痛哭奔丧 张博之这边是否也要筹备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呢 哎哟哟 呃 博之你就是在 大海冲浪踢裤 纹身和豪影 Q主播我又误会你了 怎么这种时刻还能淡定地穿着三角裤 冲浪 豪影 享受人生呢 港媒看不下去了 含蓄地批评博之不够谢家老太太想看曾孙的遗愿 不等孝道 Q主播虽然也看不下去 但是同时又想为博之明不平 好歹人家都离婚了 再说 依波拉去了吗 谢霆锋去了吗 谢贤的小女友去了吗 有的人关系不怎么样 网友硬喜欢把他们凑成一对 而你觉得有的人拔杆子都打不着 他们其实确实老想好 日前知名博主长春国茂 在博客中爆出了一张 纳英在为宋祖英书头的青色旧照 并称两人相识于27年前一次人民大会堂的脸书 之后成为好友 爆料一出即刻打破了去年两人 因出席活动被拍 台下全程无交流 意测不合 甚至曾经结怨交络的传闻 就Q主播看来 纳英姐姐可真有远见 别人都适合土豪做朋友 您这是在和江振做朋友啊 作为高端访谈电视栏目 杨岚访谈录的主持人 杨岚姐姐在主持和展示 中国富女风采这两件事情上 做得很好 但是写微博骂 呃 Q主播只能说 呵呵 今年年初杨岚的一句 老叫一年对冲动打人的未成年人 是否深发过重 引发网友声讨 他在公开支持李某某 那把大火都还没熄灭 近日他又再次语出惊人 朗朗你好 我是杨岚 恭喜你成为联合国和平使者 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我的问题是 对于世界上买不起钢琴 甚至生活在战乱和饥荒中的孩子 你的工作有什么意义 这条微博告诉我们学好语文是多么重要的事啊 杨岚你好 我是Q主播 恭喜你成为杨岚访谈录的主持人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我的问题是 对于世界上看不到电视的孩子们 你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